Eclipse 422 打開來 直接執行它就好了 點兩下 應該就 ready 應該就可以開起來 不過因為它其實還蠻龐大的 然後 run 比較久 那我的習慣是怎麼樣 就是在低疊底下 建一個什麼呢 一個叫做工作區 英文名稱叫 Workspace 反正就是所有的專案 都會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我建議也是放低疊 因為以後開起來 它就會去抓那個低疊 那你下個禮拜來 它還是會抓那個路徑 就不會跑掉 不然的話 你如果放別的位置 那就會跑掉 放隨身疊也是ok 不過一定還是要高速的 最好是USB 3.0的 最好是買那個大廠的 不然跑很慢 不過我還是覺得大廠也是沒保障 因為我最近才 因為我都買金斯頓的 我想應該金斯頓的 創建這些都大廠 結果還是掛六四區的 六四區的那個金斯頓的 這個可能要抱怨一下 我本來是對金斯頓非常有信心的 結果連金斯頓也不行了 因為插上去 有一次在學校 在原製大學那邊上課的時候 插上去 突然變成是否要格式化 想說不會吧 然後再插一次 是否要格式化 我想應該是偶然吧 後來換一台插 是否要格式化 其實第一個想到的當然 是裡面的資料 壞掉就算了 資料比較重要嘛對不對 不過還好我隨時都有備份的觀念 所以特別注意 以這個經驗來看 沒有保證不會壞的隨身疊 因為我都已經挑那個最大廠的 金斯頓 不過後來我後來還是再買一隻新的 還是買金斯頓 因為好像還有什麼可以挑的嘛 可是創建我買過啦 創建的存取速度有點慢 價錢差不了多少 不過好像是沒壞掉 其他廠都有買過 都有壞掉的經驗 所以我給那個另當面 不過後來買USB3.0是真的快啦 因為存取速度 寫錄速度也快 那我的習慣是買那種 因為我常常會忘了帶純 常常都東調 像我這一根上個禮拜也是放這裡 我就趕快打電話 請工作人員幫我收起來 不然下個禮拜不見了 因為我的習慣是把它 跟那個鑰匙圈放在一起 所以我鑰匙圈都會買 我都買這種的 為什麼因為 如果下去開車的時候 找不到鑰匙 那表示還在這裡 趕快上來拿 還可以帶走 但是有個缺點 可能如果掉的話 兩個一起掉都麻煩了 風險更大 所以後來就怎麼樣 乾脆備份 如果這根壞掉了 還有另外一個 可以不然上課 因為我上課都靠這個 這個好處就是 其實我人道都會 東西都到 都在我的隨身點裡面 那就是這樣 這個是創建的 不過寫路速度實在太慢了 因為我都測那個寫路速 至少都要 至少20Mbps以上吧 沒有它好像才5Mbps而已 有時候會丟資料 有時候丟到真的會睡著 OK 這另當別論 就是第一個 如果你真的要放在隨身點 你的存取速度要夠快的 你不要找那種 兩光的 慢慢開 光看畫面 就已經是昏倒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路徑我是上個禮拜的日期 然後加Enjoy 按確定 好開起來了 再來的話 可能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你要設定那個SDK路徑 反正以後都一樣 開起來之後 設定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你的SDK路徑 那因為上禮拜已經設定過 所以你如果 上禮拜的部分 會跳出一個什麼 要你什麼是或否 你先否先取消 先關起來 先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之後的話 要做什麼事 你們等一下開起來 應該會有什麼 那這邊喜好設定 SDK設定一下 喜好設定裡面的什麼 Enjoy的SD Enjoy這裡 先把它關掉 然後這裡特別注意 SDK Location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低疊 一樣路徑底下 一樣路徑 一樣路徑底下 會有一個Enjoy SDK的Window 也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SDK 我通通把它下載到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你在Eclipse 42裡面 會有一個目錄 這個 這是我自己放的 就是我把它放在這裡 那你按下套用之後 理論上會看到 這個SDK裡面下載的版本 那因為它的版本 總共會有21個版本 我強烈不建議你們全部都下載 因為一般的書裡面 每一本書都叫你們全部下載 全部下載的話 哇 21個版本 大概要10G的空間 所以為什麼有人 光安裝環境的那個章節 就已經 鬼打牆很久 因為我剛開始在練習的時候 也是照書裡面講的方法 結果我做到快瘋掉了 因為下載一個晚上 隔天起來還在下載 所以當然強烈 那要怎麼樣 就是我們暫時用比較穩定的版本 所以我這裡只有下載三個版本 理論上一般兩個就可以了 那一個是2的版本 一個是4的版本 那現在最新的5啦 不過我覺得 因為你們這班基本還是入門的 所以不要打高空 先把基本的版本先run出來就好了 那你說用4的好還是用2好 其實入門的都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除非說你已經進階了 那2跟4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你用4 你要光跑模擬器啊 你就跑很久了 可是2很快 一下就出來了 所以2有時候有個優點 就是比較快 那除非說你的電腦 是那種i7啊 然後又是最新的啊 那沒有問題 馬上開 模擬器馬上就ready 但是如果不是 像我們這邊電腦喔 沒那麼高檔 所以建議喔 初學的話 用2.33就好了 等到你ok之後的話 你要其他的版本 都沒有關係 暫時用2.33 那等到之後 或者是說你做2.33對不對 那你想要4新的版本 你也可以再去抓新的版本 來重新跑一下 沒有問題 反正喔 流程都一樣 只是說你用的SDK不同 然後呢 你看起來的樣子 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過原理原則都一樣 尤其是入門的原件 都是相容的 ok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完成那個SDK的設置 所以第一個喔 我們的動作非常簡單 就是從視窗喜好設定 這個去把這個拉出來 這邊要有東西就對了 按確定 或按套用再確定也可以 第一步 SDK的設置 第一步 第二步 請你把模擬器給開起來 那模擬器在哪裡 最簡單的一個位置 是在這邊 我習慣有時候就是按這個 有沒有 很像一個手機的一個小圖示 這個就是模擬器